第1720集 天臣轻声道 老夫也想成皇 可如今就算破了三门 也好空了我们的一切 我们不是朕 他这些年来积累深厚 甚至不需要别的 便可跨越断道 我们不行 那时候 跨越断道 恐怕还要拼死击杀一位初武之强 顶级之强者 天臂都不够资格 唯有名神和权神这几位才可以 哎 诸位难道觉得 皇者留下初武是为了压制我们 并非如此 其实封印权神几人 就是为了让本元强者成皇所用 此话一出 天狗愣了一下 识破也是一脸震撼 留下权神几人 不是为了平衡三界本元势力 而是为了让人成皇 几人微微有些恍惚 这么说 初武这边都只是棋子而已 皇者们的最终目的 还是让人成皇 早就有传言 戒必碎 三界归一 必定有人成皇 现在看来 初武那些家伙被封印一些 留下一些 就是为了等这时候发挥效用的 豪狠 可仔细想想 也许天臣说的是真的 那些人就是为了让本元强者破道用的 到了那一日 想成皇的绝不是一两人 刺杀混战 杀处置强超脱正道 此刻 我们恐怕也占不到任何便宜 可若是我们不用跨越断道 直接连接真门 那危险少了八成 他们战斗的时候 我们暗中跨越断道 正道成皇 或者在戒壁破碎之前就正道 这绝不是后来正道可比的 几人陷入了沉思 他们在破八中很强吗 那还真不是 天臣排名靠前 天狗还算可以 识破和乱可是排名不高 现在也只是破了一门 哪怕那时候破了三门和其他人比 恐怕也不如 到时候为了正道 一边要和本元强者抢夺机会 一边还要斩杀出武之强 正道超脱 难度和危险都是大增 按照天臣的说法 一般的初武之强都不行 得全神明神这个层次的 哪怕初武现在也有人继续突破 到时候最多四五人符合这个资格 可三界想成皇的何止四五人 乱战之下 他们几位可活吗 天臣叹道 老夫说了 并非击杀这几人 只是断了他们虚门之后的道 如此一来 便可满足我们的修炼所需 天狗有些烦躁 低声咆哮 你想干什么 对他们动手 人族必然不会和我们善罢甘休 蠢猫现在全靠人族那边保护 和方平更是关系肥浅 对他们动手 必然会和蠢猫为敌 天狗盯着他看 狗牙自出 寒光凛冽 喂猫的 说说 你到底有何打算 天臣看着他许久 轻叹道 老夫喂养你和苍猫多年 并非为了伤害你们 只是想保护你们 这一次 也没有伤害苍猫之意 只是 天臣再次叹道 只是老夫也有 老夫难言之意 我说了 并不是为了杀他们 对他们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只要制服他们 老夫自然可以断裂他们虚门之后的道 不会伤了他们 也不会断了他们的本源之道 而如此一来 你我识破乱 都有希望正道超脱 天狗 这才是最好的办法和选择 天狗盯着他继续看 许久冷冷道 你要断了他们的真道 是你的意思 还是别人的意思 天臣不语 你当年收养本地和苍猫 是你自己要收养 还是有人让你这么做 天臣继续沉默 这么说 你和天帝或者灵王有关系 天狗并不傻 牙齿自出 冷冷道 天帝 本地取这名号 也并非无音 好像小时候听过一次 隐约间有些印象 觉得霸道 所以才取好天帝 本地既然不太记得了 那必然是很小很小的时候 而那时候会说出这名号的人 唯有你 或者九皇四帝 应该就是在猫宫说的 否则本地也不会记得这些 这么说 你和天帝有关系 而且新年 有人曾和你们讨论过天帝 是也不是 天臣看着他 叹道 没想到 你居然还记得这些 你以为本地是那蠢猫 吃了睡睡了吃 本地比那蠢猫大一些 新年如何去的天界 本地都有一些印象 今日 鸟断三帝之道 是天帝的意思 还是其他人的意思 天臣再次叹道 知道还是不知道 有区别吗 我说了 只是为了你我正道所用 并非为了杀人 也不会杀他们 对他们也无影响 既然无影响 还能助你我四人正道 难道不是好的选择 几人无语 算是好选择吗 算 断了王金阳几人 虚门之后的道 王金阳他们现在最强的 也只有王金阳 堪堪破八 破三门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 断了他们虚门之后的道 真的没太大影响 而他们 识破快要破二门了 天狗已经破了二门 天臣可是破八巅峰 现在他们急需这个 何况 以三帝转世之资 也许不需要真道 便可跨越断道 直达真门 而我们 有三帝转世之资吗 天臣看向天狗 你我成黄 更有把握庇虎苍茅 可不成黄 到了那一日 你我就算破旧 又有多大作用 天狗自雅 你不安好心 方平什么性格 哪怕本王 接触不多 也知一二 对那三人出手 哪怕不要他们性命 方平知晓也会和我们翻脸 大大出手 那就不要让他们知道 天臣低声道 可以暗中行事 那三人最强的也不过堪堪破八 你我几人联手 可以迅速制服他们 断道不需要太久 拿到了本源星辰碎片 我们马上离开 没人知道是我们做的 三帝转世 甚至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以为有人 袭击他们 可人没事 他们也不会过多追究 只会觉得 是红宇这些人暗中埋伏他们 甚至乱可以假装救援他们 逼退我们 如此一来 埋伏他们的人 没有斩杀他们 也有理由 皆大欢喜 我们可以轻松正道 他们实力强了 后期再弥补他们 难道不是一样 识破皱眉 好一会儿低沉道 是不是不太好 他们想变强吗 当然想 想陈皇吗 毋庸置疑 提前正道陈皇 不和初五志强厮杀 甚至暗中破碎九重天 破坏仙缘 斩断仙缘 对他们的大道的控制 太多太多的好处了 而这个前提是得罪人族 换成其他势力 出武地哭 这些人不会犹豫 可人族这边 双方合作多次不说 其中关系也很复杂 天狗顾及的是苍猫 乱和识破考虑的是 人族这边的强者和疯狂 魔王 这可不是人王 是真正的魔王 而且之前双方合作 方平给他们弄到了许多生命力 石破和乱都锻造了预估 要不然石破 不会接近破尔门的地步 他现在精神力再强大一些 就可以破尔门了 而乱 破一门也没那么快 石破还送了方平 他的本源禁 天狗这边 更是不想和苍猫翻脸 那猫现在一直跟着方平呢 一边是石力的提升 一边是人族这边翻脸 按照天臣所说 暗中行事 人族会发现吗 未必 方平恐怕也不会料到 他们几人对三帝转世出手 方平想过这一点吗 还真没有 在方平看来 就天狗这几个家伙 真要翻脸 那也是直接翻脸 暗中算计 方平还真没考虑过 天狗盯着天臣看了一阵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天臣的意思 未必是他自己的意思 他找自己几人 也是为了更安全 更有保障 至于为何不找洪坤他们 洪坤可能会出卖他 而且洪坤他们真要下手 那就是下死手 何况 人族对他们盯得也紧 不像这边 人族几乎没怎么管他们 因为觉得他们是盟友 王金阳怎么说也是破八 想制服王金阳没那么简单 几人正沉思着 虚空颤动 隔着老远 就有人大笑道 乱 石破 大狗 还不出来接老子 方平 这一刻几人都有些作贼心虚的感觉 方平怎么来了 难道知道了 这还没定下决定呢 方平就打上门了 不过好像也不是来找茬的 他们还在沉思中 下方那些混乱神国还在吃喝的强者们 听到这声音 顿时嘎嘎直叫 完了 魔王来了 是不是老大说要打劫温仙岛 被魔王知道了 温仙岛可是魔王的后宫 老大麻烦了 难说 指不定是王吴的娘们 找魔王告状了 听说那娘们和魔王 也不清不楚的 跑不跑 跑啊 魔王杀人不眨眼 老大扛着 兄弟们 跑啊 乱成一片了 乱脸都紫了 打劫温仙岛不是你们说的吗 找王吴麻烦不是你们提的吗 妈得 现在怎么都成老子的事了 何况 方平是来找茬的吗 就她那性格真要来找茬 一刀早就劈来了 乱一脸的郁闷 这群王八蛋 干别人都有胆 不过还真有点发出方平 他还想着事 上空 方平踏空而来 听到这些话语也是满脸黑线 土匪窝 混乱神国的这些家伙就是土匪 别说 一个个胆大包天 方平还真不觉得这些人怕自己 这些家伙 对谁那都是出言不许 没死那都是运气好 再说了 问仙岛怎么就成自己后宫了 阅灵怎么就和自己有关系 方平无语归无语 也懒得理会这些家伙 踏空而来 潇洒无比 几位 都在这窝着呢 别以为你们有人不在啊 封闭了四方 不会是在商量着干大事吧 方平随意打去一去 哪知道 乱抬头看天 识破东张西望 天狗正在清理自己的狗爪子 这一下方平有些发愣 还真是要干大事啊 这些家伙难道准备打劫处或者地窟 天臣一看这三位的态度也是无奈 这不明摆着告诉方平他们有事吗 这三位都是破八 有这么镇不住吗 明显是有些别的心思 而就在此刻 苍茅一下子跳到了天狗脑袋上 揪着他的耳朵好奇道 大狗 你以前从不清理狗爪的 是不是干坏事了 天狗晃了晃脑袋 想把这猫丢下去 结果压根丢不了 呲牙咧嘴了一会儿 干脆不搭理藏猫了 随便这蠢猫吧 方平有些奇怪 问一句而已 你们干嘛呢 我说几位 你们这要打劫初五或者地窟 他们也挺穷的呀 打劫他们用处不大吧 这些家伙现在没什么值得惦记的 要不然我早打劫去了 也轮不到你们 乱咪牙咧嘴的 这家伙居然比他们还狠 没打劫别人 那是看不上别人的东西 下一句方平更狠 要我说啊 现在也就黄者有点资本 要打劫 也要打劫黄者才对 几位 要不咱们打劫黄者去 别怕啊 黄者有啥了不起的 这些家伙拆了骨头 锻造神器 可比乾王厉害多了 乱 算你一个咋样 天狗 我不是欠你天王尸体吗 天王算个球 一起去干黄者 给你黄者尸体 识破 你不是要凌皇当老婆吗 抢了凌皇 你带回去咋调教都行 天臣前辈 方平看向天臣 笑呵呵道 前辈想要干哪位黄者 随便调 这话说的叫一个豪气 哪怕天臣也是无言以对 看看 人家要干嘛 干黄者 甭管行不行就这口气 比他之前可要霸道多了 他说对三位帝尊转世下手 都没说杀人只是断道 结果识破几人都一脸的不置可否 可现在 他感觉方平在随便吹 结果乱倒是来了兴趣 一脸兴奋道 你有法子干黄者 识破也好奇道 你能找到黄者 天臣很想说一句 找到了你们能打得过吗 结果没人问 这几个家伙好像没太在意这个 方平回的也随便 再看吧 这次出来就是找找机会 当然 你们几位现在实力还是弱了点 带你们干一票 你们好歹能在黄者手下撑几招吧 一招被打死 不是白白送死吗 实力弱了点 回头再看吧 方平说着看向天臣 笑哈哈道 前辈这实力倒是可以啊 破八巅峰 再怎么着 黄者一招打不死吧 一招打不死 那就是机会 天臣无言 识破和乱 此刻好像也想到了刚刚的事 轻渴一声 两人对视一眼没吭声 就方平这乱子 此刻要是把刚刚的话说出来 方平指不定现在就要干天臣 方平是天臣的对手吗 难说 方平排名破八第二 天臣排名破八第八 不过和排名第五的名神算是病例的那种 都是三千五百万卡 算是破八巅峰 真要交手 他们的确不好说谁赢啊 何况真要撕破脸也未必是好事 然而乱和识破心中有数 天臣恐怕真的要做这事 也许就是天帝或者一位皇者的命令 到了那时候 恐怕他们几个不同意 天臣可能都要去做 一个人压制王金阳 压制 那也要看怎么压制 最终可能是天臣杀了三帝转世 这事的可能性很大 到了那时候 真的就是不死不休的大仇了